各位同学,刚才咱们做的三道题目呢,主要还是围绕着我们非常熟悉的正方形、长方形来展开的。 那接下来从咱们的例子开始,咱们就要来接触或者利用一下咱们今天刚刚讲过的一些其他图形, 比如说平行、四边形、梯形、三角形、还有我们那个特殊的等摇指导三角形, 咱们要来看看它们是如何来帮助我们解决一些相关的几何问题的。 好,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例子。 如图,在直角梯形A、B、C、D当中,三角形A、B和三角形C、B都是等摇直角三角形, 也就是上下这两个都是等摇直角三角形。 并且我们能知道B、C这条边的长度是20厘米,让我们来求直角梯形的面积。 首先先来简单解释一下什么叫做直角梯形,其实从名字能看得出来, 那就意味着它有的角肯定应该等于90度直角。 那在这里我们看A、B、C、D这个梯形,这两个角是不是应该是90度啊? 所以这是直角梯形。 那首先,想要让我们求的是不是一个梯形的面积? 那马上回顾一下,梯形的面积是…… 上底加下底的和乘以高除以二。 很好,上底加下底的和乘以高除以二。 那现在上底下底我们讲过是不是就是平衡的两条边,那A、B和C、D高在哪呢? 那回忆回忆咱们刚才推导,是不是选择底边上的一条一个点向对边做条垂线段吧? 那你看,如果我选择AB这条边,我以B为顶点,那上下做垂线段,是不是就是BC吧? 所以我的上底下底高是不是都找到了? 咱们在做的时候一定是先尊心这样一样的,先找上底下底高,对吧? 第一步咱们先抢公式,第二步看这些边在哪儿,第三步再来计算它们各自的长度,最后给出面积。 那高也就是BC的长度,20厘米,这个题目给了。 上底是AB,下底是CD,那我得知道这两条边多长,才能知道上底加下底的和吧? 可是再读读题,再看看图,再也没有根于边长有关的信息了吧? 没有ABCD是多长吧? 但是多了另外一个条件,上面和下面这个叫做什么来的? 等腰直角三角形。 好,刚才咱们在大海老师成功的时候是不是说过了,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图形? 因为等腰直角三角形,看一下,它的两条边是相当的90度,那底角是不是也是45度? 那现在我要求的T型面积是不是跟边长有关? 那咱们是不是得考虑考虑这个等腰直角三角形的边长有什么帮助吧? 对于下面这个等腰直角三角形来讲,这是直角,那么夹着它直角的两条边,是不是就是AB和BE? 很明显应该怎么样?相当吧? 那同样,对于下面这个指导三角形来讲,大家告诉我哪两条边相当? BC和CD 好,EC和CD相当吧。 那现在我想要求出这个T型的面积,我是不是得知道上底和下底是多少? 或者我知道上底下底的和是多少,也可以吧? 那现在ABCD增叠等于BE和EC。 那AB和CD的和就是E和EC的和? 就是BC。 B和EC加一起不就是BC吗? 所以我们的这个T型面积就卡住了。 好了,那我们丽丝就搞定了,对不对? 那首先,同学们要注意,这里有一个等腰直角三角形能够带来什么? 那接下来我们就能够充分地求出我们这个T型的面积,那就是200平方厘米。 而这道题能够想要顺利地做出来,那么一定要记住,我们的这个特殊图形,它的性质也是不能忘记的。